從陳建仁以降 幾乎每一個每一個都跳出來 就變成戰鬧 以前不是現在就變成戰鬧 為什麼 我在立法院這麼多年 我看了多少的行政院的官員 面臨到520的時候 我在想是不是他們都有那種 520之後被換掉的 一種焦慮症候群 所以拼命的現在求表現 怎麼樣表現呢 就是要趕在黨立委 兄妹罵得越大聲 他的聲量越大 他可能被賴清德看到了 以後可以重用 我勸賴清德以後在調內閣的時候 這一段時間 戰狼師的這些人都不要用 你越用只會越糟糕